這幾天我們有去關注這個兩會的相關的工作報告 裡面都不約兒童雖然這個對台工作的文字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都不約兒童提到了這個今年這個1月2號 記總書記的這個高臺灣同胞書的這個40周年重要講話 那在這裡面我其實特別特別有印象包含當時我也特別有印象的一個段落 其實就是探索兩制的台灣模式台灣方案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因為這個論述其實在以前我們很難去想像 甚至很多台灣的這個島內的民眾他可能對於這個所謂一國兩制的印象 就是只有港澳模式目前現行全世界也只有港澳模式 OK 那今天出現了一個這個for這個台灣的這個台灣方案 這個是一個讓我們非常亮眼 而且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亮點 裡面也包含提到了就是說這個所謂的這個台灣這邊呢 也可以有這個所謂的認同這個統一啊 以為前提 這些所謂的黨派 所謂的這個各界代表都可以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推派 一起來參與這個所謂的兩制的這個台灣方案的一個構建 這是我覺得非常不一樣的 也是很多台灣的民眾很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跟一個像想法的出現呢 裡面因為包含了就像剛剛講到的一國兩制的這個港澳模式的這個概念 其實打破了這個以前台灣的民眾的印象之外 另外一點就是說 那台灣各界也可以也可以推選推派出這樣子的一個代表 就是說那台灣現在各界就是說 認同包含這些統派人士 他們其實也有很高的意願 來參與到這個所謂的未來的這個兩制的台灣方案的一個探索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不一樣的